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在 原本就预期说三月份会升息 但市场开始有种预期 认为三月份的升息可能一次不是什么半码一码 一次可能要升到两码 去进一步的压制近期全球都相当严重的通膨的问题 所以这种恐慌的气氛就再度在资本市场 再度蔓延 然后钱就从公债撤出 公债价格下跌 值一率就往上跳 值一往上跳对于利率比较敏感的科技股 开始杀声隆隆 所以昨天NASA中场跌了386点 这跌幅都比道琼跟S&P500来得重 跌了好像2.5% 废半跌得更惨 跌了超过4个百分跌 然后我们的台电ADR跌了4.8还是4.7% 一堆什么AMD NVIDIA INTEL所有的金面股全部跌得稀率好了 当然也就造成了今天台股的压力 加运指数盘中最多跌179 通常收跌151点 当然台电ADR大跌 所以今天现股跌了8块钱 但严格说起来8块钱只跌了1%多 相对于美国ADR的一个跌了4%多 其实还差蛮多的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美国ADR的部分最近常常它涨了比较多的时候 台湾的现股没有涨那么多 所以ADR对于现股的溢价拉开到10几% 有时候当ADR跌幅比较多的时候 台湾现股相对跌得比较少 所以我们的波动没有ADR大的意思 所以人家大涨我们常是小涨 人家大跌我们是小跌 但基本上方向是同步的 还是中场还是跌了8块钱 8864大概就贡献指数跌幅大概接近70点 然后大盘总共跌151点 也就是说其他股票大概跌了80点 你说多不多其实并不算多 因为NASA跌2%多 废范跌4%多 但价权指数今天中场也就跌0.8% 那ODC的部分差不多跌了0.78个百分点 水明写台股其实相对于美股相对于亚股 在国际股市里面它仍然是一个相对强势的市场 尤其是我说ODC的部分 当加权指数有台电做支撑 其实跌不了多少 ODC在前面两个礼拜已经连跌两周了 在先跌的情况之下 当然有机会先做反弹或者先做打底 我认为O2C指数在跌破季限之后 下面还有一道半年线 这个位置要么弱势一点 可能就区间来回做一个打底 你说它要再破空间并不大 而且今天其实设备股还有一些RE设计股 相对来说都比大盘来的强势 代表其实市场资金它还是开始陆续再回头去做一个承接 承接可能先杀的 杀过头的 数字非常的漂亮 每比今天买进的目标并不在于下个礼拜三的封关之前 因为其实没有剩几天 但是很多价位来到一个相对甜美的位置 所以买在现在这个位置 放完价过完年回来 股价如果回升个二三十% 我认为有这条件的所谓的金平股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联总会预计在下个礼拜三要开会 台北时间已经落到礼拜四 那我们礼拜三就封关了 所以说看到所谓的正式的一个升息的决议 其实我们都已经放假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在封关之前 行情就是会在这边上上下下 但是不用太过悲观 因为很多股票已经都先跌到一个非常相对低的位阶 所以这边不用太过悲观 只要有数字的股票 后面封关前我认为都有机会 因为一次一次的那个升息的消息 已经反映了好几次了 这次再反映一下之后 其实未来几天都有机会做反弹的 所以这边我认为 我一点都不会太过悲观 不会太过悲观 那金经科呢 前天涨停 昨天拉回 那今天再拉回第二天 我认为差不多了 基本上拉回都是买点 我的看法都没有变 拉回就是买点 中场收点11块收449 然后前天的涨停 昨天来到 这一波的小高点是482块 那今天拉回到449 盘中大概低点稍微快要接近季线 点一下 稍微就拉上来 那股价收在449大概就50线之上 所以其实它还是收在所有均线之上 所以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格局 因为多头排列基本上 那本来就是一个强势的架构 均线的多头排列 所以当你股价回到均线纠结处 而且那些均线都是往上开刹的 那个如果说没有大盘很差 或者是个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空 所以你要跌破并不容易 反而回到这个位置附近 其实都是买点 拉回都是买点 我并不会因为说这两天盘是比较震荡 或者股价的拉回 我就改变用了看法 认为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见这个信息 它就像打了9折的LV一样 一个888万你都在买了 那如果说打9折8972 如果说突然间下折扣到72,000 大家就会趋势落伍的去抢 但就像我说的 今天你买LV其实只是用的爽 它并没有办法帮你赚钱 但你觉得买到便宜 那股票也是一样 今天像经济科 我认为就是台股里面的LV 当然股价打了个97折95折 你不趁机买更待何时 买LV你是背起来爽而已 但是今天你去趁着经济科股价 稍微打折的时候下去买 你后面是会赚大钱的 或许那个是倍数的利润 当然需要时间 不是说那么快 那经济科 我估计原本已经说将有机会挑战 但历史的新高 因为12月份的营收是9291万 月增323% 也创下过去13年多的新高 再往前推就是2007年的5月6月7月的1亿元的营收 最高是1.03 大概我认为一月份就会突破 因为12月份营收9291万是全力金的认列 那这只认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那陆续原月份还要再认 那我估计数字应该会更多 然后到2月份 就是放完价之后 那据我了解 之前因为卡在产能的部分 之前一直 尤其ABF基板的部分 产能一直谈不下来的过程 客户的付款的进度 它会有一些进度 就是说你设计到某一个阶段 可能它就付一笔 然后你可能设计定案 准备要book产能 可能会再付一笔 因为它要用你付的钱去book一些产能 然后如果说你要量产 可能会再付一笔 所以就了解最近 ABF载版的产能问题已经解决 所以过完年之后 应该会有客户要再付 所以一到三月营收 我估计都会很棒 那缘分的部分因为全新入账 而且另外一块很重要就是量产 持续要加温 因为产能陆续解决 那金元代工去年不可的产能 今年陆续就要给 所以产能开始上来 量产量也会开始用2000块 开始往上拉 所以一到三月我估计营收都很棒 应该都有机会 可以挑战破亿的历史新高的水准 所以我才会说 十二月份是从低期期 2000多万 2000多万 2100万 2100万 跳升到9000万 然后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可能连续三四个月的时间 都有机会维持这个水准 所以变成这已经是一个低标 从低期期开始进入到一个 尝试成长的一个阶段 一到三月收都很棒 那股价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 如果说今天不是盘氏不好 我认为你今天要再买这个价位 我认为都不容易 谁说你这种强势股 其实就等到盘氏稍微好一点 它可能股价就跑给你追了 那今天第三季的行政电脑的量产更为重要 因为行政电脑大概一年的量大概是500万克 但是下半年才要开始量产 你可能下半年没有办法出到500万克 那我就给它抓一半就好 我估计营收的贡献都可以接近35 光是行政电脑的500万克 如果下半年抓一半的量 营收贡献度可能都有35亿 其他工业用的产品我们抓个10亿 全年收入抓个5亿 这样加起来刚好就50亿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去年可能6亿多 想象数字我没有算 今年如果上个51的话 那个是大概700%的成长 所以放眼台股有几家公司 可以有这种六七百八的成长 我认为就吉尼克 所以全年收上个50亿 那一旦上个50亿的话 我说获利二三十块钱是第一标 超过三十几块钱相当合理 因为可能毛利率是超过五六十八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公司 去年的四星获利前三季十六点三四 去年全年贷21块 股价现在都还有维持在900多块 所以当经济科可以用连续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所以证明说营收都有开始维持所谓的 净益或者破益的水准 然后那个量产只要开始加温下去 尤其到第三季只要新的电脑跟量开出来的话 我到时候的股价绝对就不会只是四星而已 赚的会比四星多 股价超过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经济科看法都不变 盖牌不变 拉回都是买跌 然后其他的设计股 比如说茂达 今年估计赚18 本比只有13倍 今天盘不好 但只有小跌五毛钱 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前面已经跌过了 跌无可跌 股价到一个甜美的位置 股价已经连续在低档四根的红棒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吃货的讯号 如果说连续黑K加出货 这边低档已经买回来了 陆续买回来 今天要赚18块钱 乐观点超过20块钱 通常法人给本因比都是25倍到30倍 所以空间还非常大 所以这种股价其实都有倍数的空间 当然时间 需要时间 副顶也是 中场收涨3块钱收104 在低档也几天没有破底 虽然不像帽档已经开始垫高 但它上面均线纠结的位置其实蛮接近的 而且前面这是横盘整理了两个多月时间突破 反而被升息跟疫情打下来 这一段跌的冤枉 我认为未来一两个礼拜涨回去 都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设计股其实股价都在过去两三个礼拜的一个相对的低档 买在这个位置 或许封关前时间不多 可能空间没有那么大 但过完年之后 这些族群 仍然是台股的一个主流强势股 你说买在这个甜美的位置 后面要赚个2 30% 都不是问题 当然经济科仍然是我认为是设计股里面的首选 然后前两天买的一档 圆宇宙的标股叫8XXX 就8A04的来宝 盘中最高拉到87块半差一档 涨9.7% 相当强势 所以前两天买在76块 到87块就已经赚了大概最多赚了11块钱 不过盘是震荡 所以短线赚的快的 我们就先走一趟 过例出去 短线先赚一趟 找机会押回再买 当初为什么要买 前两天为什么要买 就是因为它从高点94块打到大概接近70块钱 短线回的够深 后面又有元宇宙 又有电池的题材 所以股价很快就上来 今天爆量 冲高先走一趟 回到军店附近 找机会再买 也会短线盘式震荡 我们就做短一点 转进一个新的精品股 新的精品股等等再来谈 我们就是一档一档接着转 一档一档接着住 只要是你买的位置是漂亮的 数字是突出的 短线也稍微做一个修正 坛值要稍微好一点 崩崩上去 依然是这些数字最详似的股票 比如说前两天买回的油田 我们买在96块 昨天最高冲到107 107 是凭了历史的最高价 那今天的收盘收在105 收到105 中场是上涨3.45% 虽然说还没过高 但就收盘价来说的话 仅次于107的收盘价 是创造收盘价的历史的第二高 前几天买的全部都赚钱 全部都赚钱 逆势的往上 这是一档非常强势的股票 107元基本上是历史的最高点 上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压力 就看后面的数字怎么爆发 股价就怎么涨 而且去年本来就赚7块6 换算本益比 以去年的本益比来做计算的话 大概就13倍到14倍左右 说实在也不贵 也不贵 但今年呢 因为它是台湾的ABF载版的 所有的大厂的主要的设备供应商 每一家都是它的客户 今年在封装测试 这整一个环节里面 缺口最大的 看起来是ABF相关的 产能是缺口最大 所以这一块 扩产的力道最强 所以也带来油田非常强的 成长的动能 今年估计要赚15到20块钱 都有人喊 但是我们抓中间一点 抓15块钱 如果说15块钱的话 本益比连7倍都不到 大概只有6.8倍 我就说同业 比如说6196的帆宣 去年大概是赚8块 股价这一波最高是195块 现在股价163 收盘171块 本益比都还有超过20倍 翻圈 获利跟油田差不多 一个去年7块6 一个大概8块钱 一个100出头 一个最高是190 所以这有超过大概890块钱的假查 然后3131的红素 大概赚20块钱 这波最高390 收盘价大概350左右 本益比也是有17倍 更不要说加登 去年大概只有赚2块多吧 股价最高344块 目前的股价276块 本益比是超过100倍 当然今年会赚比较多 本益比往下降 但我要说的是 就是说其实 以台积电为主轴 因为台积电要大扩产 资本支付扩增到440亿 它会带动整个相关的半导体的厂商 封装测试设备厂 所有的出货量 整个都会拉上来 但因为大家都要资本支出 所以设备厂整个都要 就是军火供应商 所以今年是相关设备公司的 大多头的元年 大多头的一年 本益比120倍是正常的 结果我们就找到一家公司 本益比连7倍都不到 所以说空间超过100% 我想这个也不是我乱讲的 因为我们买的都是精密股 我跟你谈的通通都是数字 所以这两天盘是这么差 但是尤田买了 全部都赚了 这个就是强势股的表现 另外我们还有买一档 8091的祥明 找盘买 最多涨到92.8 涨了7.5% 尾盘收得不错 收91.9 离高点不远 中场是涨6.5% 这是一买就赚 一买就赚 因为它是台湾最大设备厂 IC设备的耗材厂 所以半导体的设备都需要用大量的耗材 各种原料 材料 大量耗材 它是最大的耗材厂 去年估计赚6块 今年要超过10块钱 換算本益比只有9倍 那不要说二三十倍的本益比 到十五六倍就好了 空间也是有超过五成 所以我们坚持买的都是精明股 那买的都是主流产业 数字最棒 位阶不高 本益比偏低的股票 所以当我们有所坚持 只买数字最棒的精明股 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EPS成长性跟市占率的时候 盘势不好 先撑一下 但如果过个两天 美股走稳盘势又转强 就跟礼拜一样 又开始往上反弹 我们这些股票都是最强的 所以欢迎大家 都来加我的LINE官方账号 收云小小鼠STARMS 加入之后 留言正一加留言电话 就可以得到 我们未来将要不绝一档 最新的表股 等会来再来小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时间不多 我们把看好的股票 持续做一个快速的交代 除了IC设计 IC的设备 另外电动车部分 比如说之前的停薪滑服 我认为仍然是有数万 另外我们也不举一档3624的光洁 非容易见股 那今天盘中的逆势涨了2.5% 最高来到86.3% 尾盘收涨85.8% 虽然涨不多 但最早今天跌了151点 这些都是相对强势股 那股价在昨天 创93.2的历史的最高价 上涨一样都没有任何压力 就跟油田一样 那今年打入比亚迪的供应链 正是跨入电动车 去年估计赚4块钱 今年要赚8块钱 又是一个一倍的成长 所以你发现就是说 湘米也是一倍的成长 油田也是一倍 那光洁也是一倍 所以这个都是数字 都是数字 都是数字最好的金铭股 那股价也是只有10倍 股价空间不要说20倍 15倍就有五成的空间 而且电动车然是今年最强势的主流 那另外又回到设备相关 我们也开始布局党台电 试单的标股 台电原本的业务 自己中低阶的不做 把机台转卖给这家公司 订单同时释放给这家公司 去年他要赚5块半 今年估计要赚超过10块钱 本硬币也只有10倍 空间超过50% 所以台积电虽然在整理 台电所照顾的相关产业材料 设备化工封装测试 这个仍然是今年最强势的主流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大表股 也是虎年的大表股 欢迎都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StarMaster 或者是螢幕右下角QR Code 扫一下 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每天盘从11点多到12点 可以用我的解盘的文章 给大家做一个超完的参考 一定非常的受用 然后加入的新朋友 只要留言正一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我们正在布局 或者正要布局的一档全新的表股 比如说这一档台电四单的全新的虎年大标股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留言正一 加上留言电话 就可以得到一档最新的标股 大家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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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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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